五四新冠点 五四新冠点 各位欢迎晚安 我是小官 是北京人欢迎收看 五四新冠点 我是新冠点 如果这样的恶行不严惩 以后谁还敢勇于认识 谁还要尽忠职守 在今天台铁竟然传出 包商因为工程延宕 他的工程局女主管要严惩他 所以开了罚单3300万 没有想到这个包商 为了要拿掉这颗挡他的石头 竟然把这个女主管 当届掳走甚至强派裸照 这起新闻曝光之后震惊社会 想不到这竟然是一起警察 商人黑道联手设计官员 来贪取暴力的事件 而这样的事件会是个案吗 不是的 这样事件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要带你来做关心 好我们刚才介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是 前国民党立委罗淑雷 阿官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行市警官高仁和 阿官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认世卫记者刘军耀 阿官好 大家好 我们邀请到前行市局警官谢文月 阿官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陈高超 阿官好 以及真心业者浩哥 浩哥好 大家好 浩哥 带你来看 这起工程局女主管 遭到强弩强拍裸照事件之后 女主管吓得赶快调离原职 去年7月 女主任就是在宿舍的外面 要去上班的途中 遭到了三名男子压到新竹 强拍裸照 台铁中工处主寄女主任 一路被压到新竹 这个火葬场附近的公僚 逼他脱光衣服 强拍裸照 还恐吓他 只因为他主张厂商工程延宕 该罚就罚 事情曝光 检调追查 突然追出了工程弊案 出问题的 就是台中铁路高价化的 531标工程 包括了松竹站 太原站 金武站 武全站 大庆站 这五个车站的主体工程 2012年 由华盛营造成缆 但是完工时间延宕 主寄女主任 主张要开罚 没想到华盛董事长女特助 先是找了一名 新竹建商 跟揭女主任 跟着建商 又透过新竹一名 远景 查女主任的个人资料 最后找来三名歹徒 当街压人 强拍裸照 逼他调职 主寄主任 他是主张要 做开罚的一个动作 但是 他这个意见 可能跟 处里面的意见不一样 然后 导致这个厂商那边 他觉得自己的权益 有点受损 检调追查 忽然发现 中工处的一名 林姓段长 多次和华盛公司的人密会 篡改停工复工报表 图立3300多万 依法起诉12名相关人等 裸照事件后 女主任立刻申请调职 中工处处长 也恰巧调往南部 有没有涉案 检方说目前 还没有实质证据 散烈新闻 方品文 吴一哲 潮盛章 A3G小组台中 裁缝报导 那他杜货的事情 事情发生的时候 恰巧掉到中部 不过这一起事件 让我们看到一个女主管的杆子 这権困超某某 最主要 这个女主管的杆子 其实是 他要罚他3300万 3300万 因为什么 那个工程 2012年 其实他只有一年多的工期 所以到2013年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完工的时候 他们还先伪造 让他的工程可以展延 到2015年 展延两年多 伪造公文书 然后这样子让他去免罚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这个女主管 你刚刚说有尬词 我告诉你 他已经之前就已经被设计了 你知道吗 本来其实 某周刊已经收到 他的一些 跟一个男同事 的一些情谊照片 就说他出轨 外遇撬班 撬班去 撬班去约会 不伦练 他要呼隆这个媒体 这个媒体还好 这个媒体 蛮有良心的去查证 一查证之后 这个女主管 他本身单身 他虽然有点年纪 但是本身是单身 那个男同事 他其实是上妻的 上偶的 所以两个人都单身 都单身 所以说是正常交往 没有道德瑕疵 所以这个媒体很棒 他没有登 他查证之后 他觉得说 根本就是 人家故意要抹黑他的 好了 那这女主管都还不晓得 都不晓得 他已经被跟了 那谁在设计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 这一个承包商 他要被他罚款 因为这个女主管非常坚持 他想说 第一个我就把你弄臭 抹黑你 弄臭你的时候 只要新闻一登出来 他一定 搞掉他的工作 就不会罚款了 杜布园最怕的就是这个 一抹黑 刷起来 刷起来之后就把他掉走了 那可是问题是 这个女主管的上司 这个女主管的上司 也就是那个时候的处长叫许文贵 这个名字 要把他讲出来 因为虽然他现在 他现在已经掉走了 但是问题是当初的时候 就是嘟嘟喝掉到中部那种 这个许文贵在做什么呢 他跟这一个承包商的这一个女特助 进进出出饭店 三个都叫检警监控拍到 检警为什么会监控他们 因为就已经知道说 这个女主管被抢路去拍裸照 这个事情 检警觉得很奇怪 因为接到检局说 为什么人家要拍他的裸照 为什么不拍我的裸照呢 为什么拍他的裸照呢 那一定是他有什么事情得罪了别人 是 一番他的这个资料 一查 原来他主管的什么样的一些案子 然后他坚持一定要罚他3300万 因为工程延宕嘛 结果呢 不乏 一查 不查之后一查 原来后面 包括他的上司 他们整个是一个共犯结构 处长 段长 跟这一家建设公司 都非常的什么 过重甚密 而且这个女特助姓苏 非常厉害 他呢 刚刚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 那个VCR已经有讲 他这个女主管 已经找了一些 当地的 有一点黑道背景的建商 已经在跟监他了 跟了他好几次了 就这个女特助找了黑道 找了 有点背景的 然后来找了几个小弟 就已经跟他好几次了 结果呢 都刚刚给我闪过 他是当街怎么样 那一天刚好碰到 这个女主管 骑摩托车经过的时候 不得了 把他走来 就这样子当街 光天花日之下 卤上车 他的摩托车 这个画面就是 这家营造商 也就是这个包商的董少女特助 这个女特助 我们待会再来说一下 苏小珍 对 但是 我先讲 这个女主管当场就被 擄走之后呢 叫她强拍裸照 一个算首女 首女强拍裸照 你知道那几个小弟啊 她颠拍还边亏她 哎呦 亏她 心灾不然 这样子 然后再把这个 然后就告诉他 你好好工作 不要多管闲事 哎 怎么叫多管闲事 阿关你开场就开得很好 这种公务人员 他不是 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他一定要罚他 结果呢 他们就用这样子呢 就当天 当天 那个女主管就不敢去上班了 请调 马上请调说 我整天来南公处好了 中公处 如果事情没有曝光 就碎了他们的心愿喔 不是 已经顺了他们的心愿啦 是因为拍了裸照之后 这个女主管调走了 调走之后呢 他上面的长官就顺手 就包庇下去了 所以那3300万是没有罚的喔 那3300万是没有罚的喔 忽然是3300万是没有罚的 对 结果但是大家 各位观众放心 这个公帑一定会错过来 为什么呢 他还有一亿多的压标签 压在我们政府手上 所以他整个 这个整个工程 十亿八千万 他们得标了 其实都已经很有利润了 那你今天没有办法 把他读取完工的时候 你这个罚款 你应该给他不给 他就去搞这种 把这个主管 机关的女主管 他就想办法把它弄掉 已经给媒体发函 已经动不了他之后 他干脆我强如你 然后呢 让你身心受创 然后你走到北市 赶快请掉 拔掉他之后 才变成这个 这个款项不用罚 华盛营造这家公司 其实过去就已经炒某某了 其实我觉得看这个新闻 我有点铺售迷离好玩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营造商 发表五点声明 然后破这个 斥责检察官 他说检察官 你对于这个 这一次整个剧情里面 太多的想象力 让本公司望尘莫及 哇 这个声明稿出来 我吓一跳 所以剪掉杜撰 对 那他一直说 我很少看一个 一个大的营造商 敢跟他直接 直接对检方呛 但事实不小的 刚刚就想想 一切到进入到法院再说了 那他特别提到一点 他说这个女性官员 对不对 苏小贞 苏小贞 不是 这个女官员 铁工区的女官员 铁工区的女官员 去年前年的事情 时间不对 这我就不晓得是如何 好 我们来看这家公司 其实他这家公司集团 真算是集团 蛮大的 我给他去查一下 他其实董经事 交叉支付至少有三家 那他也有做台中大理的 201户的 所谓的社会住宅 零家都还特别去检采 所以这家公司 基本上 他算是一个假集营造商 算是一个大的 可是他也涉及到 在元国90几年出的时候 涉及到非常有名的 叫做钢山 高雄钢山的贪污案 这个贪污案是怎么样 这个人基本上 这个叫做洪广达营造 洪广达营造就是什么 就是华盛下面的关系企业 董事长叫杨冲源 他曾经涉入到钢山 那个时候贪污 贪污这个所谓工程弊案 那他们工程弊案是怎么玩的 其实很好玩 就是这个镇长 钢山镇的镇长 那改制权叫镇长 跟镇代表的主席 主席 人家买 因为郑代表主席 其实是核审预算嘛 所以他们跟镇长 跟这个镇代表之间 两个催然用那个意识腿 打来打去啦 因为预算在什么 代表会主席嘛 对 那这个镇长 他有个坏习惯 刚才那个镇长坏习惯 他喜欢签六合彩 五三级 每个人都要走 要拔掉 然后这代表会主席 是可以两个人去修炸 代表会主席说 你也不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有拿名单给他 我像是要包工程的时候 你按照我的名单走 但是镇长就不要 两个人就开始修炸 但是后来镇长 因为沉迷大家乐嘛 六合彩 后来就跟什么 代表会主席两个合起来 两个合起来开始什么 开始吃所有钢山的大小的 围标的事情 围标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什么围标法 很简单 我这个工程对不对 很多工程嘛 什么库水工程 什么莫拉克工程一堆 过来的时候 叫十五家厂商 十五间来围标 一个大大小小的 华盛要自己去找 十五个Sakura进来 那他其中一个是找到华盛 华盛 华盛是围标 他找来的围标厂商之一 也就是说 镇代表会主席跟这个镇长 他们透过白手套 找所有的营造商来 然后以后的工程 就是这几个营造商 大家来围标 那有的是围标是来赔标的 那赔标他们有个标准说 我如果是金额一千万 一定是九五折做底价 那其他赔标是九五折以上 所以真正得标是 就特定给谁 特定给谁 好 那在围标里面有回扣吗 回扣基本上 我也是个白手套 对不对 假设镇代表 跟这个代表会主席 叫我来做白手套 我白手套 我基本上从围标金额的时候 我拿八%到十%的回扣 每一个工程我拿八%到十% 然后我这个 你一个工程都可以拿 每个工程都拿 比如说一千万 他就拿八%到十%的 这个整个的回扣 那回扣怎么分呢 我是白手套 镇长叫我 代表会叫我 我白手套 我拿五% 这八%到十% 八%到十%的五% 其他剩下的四六分 给镇长 给代表会主席 所以他们是这样玩的 而且这个比例都是对的 所以后来 当然这个进入到 整个司法的程序 现在还在更审 不过我觉得 华盛营照 确实是蛮大家的营照 而且我也觉得 他敢呛检察官 这点完蛮佩服他 所以华盛营照 到底有没有问题 过去竟然被人家当作 去围标 当然这样围标 是不是有种特殊名词 叫 其实他们就叫 围标商 其实也应该叫做围标 那个时候早期叫围标 陪标 他们算是陪标者 对 陪标者 当然华盛是被调过去的 其实很多厂商 都有跟他们配合 华盛就设 因为你刚才说 每一个案子八% 就表示很多案子 他们是长期合作伙伴 也就是说他工程 有分好几 好几块工程 好几棋 有时候说好几棋 好几棋 他每一个都可以来做 每一期他都要抽 就是说他们都会有个 围标的规则 而且之前会有围标协议 开会 怎么去做围标法 高大哥 这一次 其实台铁的这一位女主管 被跟奸 是因为有人泄露了 女主管的车号 他们才不好跟 而且大家说 多一台车是野车 然后才开始跟 而泄了人是谁呢 就是你的败类 警察 这个我来分个几个阶段 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第一个 现在各支法是最近才有的 以前在数十年前是没有各支法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台湾的真信社业者里面 我们我自己的同学里面 退休的很多都在真信社里面上班 我自己去真信社上过一天的班 我在南京东路的一家真信社 他请我去当顾问 我去了一天 我就不做了 到中午我就走了 因为他里面每个都在听录音带 好像每个都是干员一样 每个都在侦办案件 我都觉得好奇怪 这个合法或非法 这就是一个问号 我就中午我连吃饭都没事我就走了 因为很多真信业者里面 他的员工百分之一半 可能很多都是警察或者是军 警察退休的 对 亲自单位退下来的 那这些呢 像我有很多学长还在里面 所以早期没有各自法的事 他说哎 人鹅过来吃个饭 我现在在哪一个地方 哪个真信社上班 来来来 吃这个饭的 吃个饭没什么 那你吃个饭之后 以前你这个照片帮我打一下 看是谁的 你这个电话帮我查一下是谁的 因为我们觉得以前查很简单 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小电脑 不是不是 以前必须要回到办公室去打 回到办公室查 打电话回去请勤务中心帮我们查 这是这边上的事情 觉得很正常 觉得很频繁 然后后来发现说不对 但是要留在哪里 哦 要有一台车 哦 这三个买就 哦 她没有在哪里 以前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想要追哪个女生 很多都是这样 所以警察都不用要电话 不用 不用像钟晓萍那样传纸条 不用啦 钟晓萍 不是说的 查一下就有电话好吗 25年前 25年前是这个样子的 那后来慢慢的其实 这一套是行不通 这是违法的 已经影响很严重的影响各自了 但是这是现在才发生的事啊 这个现在发生的 这个案子才发生啊 那就是今年雷月 好像沸沸在中心 这孤年的病了 那早就没治疗了 现在 远到现在只是爆发而已 孤年胸 孤年鼻 对 它这个已经是延续了几十年了 但是这几十年下来到现在 不得不 它突然说我不要了 我以前吃饮的都不算 我以前喝饮的都不算 现在开始不要一刀两断 不可能啊 很多都是偷偷摸摸在做 所以这是一个少年队的警察 帮他炒资料 是 所以像有一个案例 在去年 我们都会再来看案例 我们来看这个案子 竟然有这么多人牵涉其中 创改一些这个停工复工的一些 不实的一些资料 然后借以来规避这个契约的处罚规定 那总共图例有三千多万元 在这个案子上 同仁在处理了认知 能根据他计判的认知 有落差 那波是同仁 是受有人之请波 不当来查询个资 那当时他在查询的时候 并不清楚 他的友人这个目的是为什么 泄露个资 才让这个台铁的女主管好可怜 在走路给人家 抢路走之后拍了裸照 泄露个资的警员 其实有些就像你说的 过去是跟他的学长 学弟本来干净就很好 所以他去了真心事 他就自愿帮他查 有些是不是也是被利用的 有些大部分都是 我们说一个砍一个 砍外路啊 一个砍一个 因为这个没有门路 你还没办法转到这个外路 有砍路啊 你没有门路 没有管道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接触到真心业者 真心业者突然冒出来 拿个名片给你说 来我一笔给你两万块 你都不敢帮他查 肯定就是有认识的 认识了引介之后 像去年2015年 有一件很大的案子 他这也是一个知名的真心社 他的系列也蛮多的 因为我就是在他系列 其中一间真心社里面去 工作半天你看 我就掉头的走了 你就在那个真心社的系列上搬 国差系列 一天 然后我看感觉很不舒服就这样 不像我在以前的 他在里面像开同学会一样吗 不是 他里面 都你知道吗 这不是我们同级的 这是我们这一级的 这学弟这样吗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因为这些很多专业都在里面 那这些专业都是以前 像我们的学长或我们学弟 在里面他有他的专业在 他每一个案件都是抽的 用抽的 看他的案件 论件计筹 论件计筹 一件平均四千块到八千块不等 哇 那么高啊 对 他说一件里面有含什么呢 一件有含你的名字 身份证号码 出生年月日 你的家里 所有的你的出入境管理 还有你的行动电话 你的通话记录 连通联记录也有 都有 跟谁的互联记录 可是通联记录一定要本人申请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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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警方以前他是写的 所以他的电信纪 跟要付费到是真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他在拿那几千块 那当下他没有考虑到 后面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我相信如果他事先跟他讲 我今天要把路来拍路照 你打死他他都不会给他 四千到八千真的 真好谈 还论见记仇 那这些信射拿到了各自名单之后 就要开始跟接了 没错 像这一次台提的这个案子 据说要跟接这位女主管 他们还有AB剧本 对 A剧本就是我先跟跟跟 看他有没有翘班 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偷懒 那我如果拍到的话 我就检举他好一波桃了 对 后来跟跟跟 发现没有 他每天上班上班都很正常 我们改引经 那我们再来跟跟 看到有没有丑闻 不伦练感情有没有什么问题 才会去跟到说他跟他男朋友约会 然后他把那些照片丢给媒体 把这些所谓的黑函丢给媒体 然后媒体发言说 不是人家是男卫或女卫将 所以事实上他们的跟尖是有AB两套剧本 你们真信社跟尖也有那么多剧本吗 其实像刚刚高大哥讲的 这真信社有一句话顺口溜了 政府不受理 朋友绷不上忙的都可以找真信社 好像广告词 政府不受理 朋友不帮忙吗 请拨这支电话 对吧 对 所以很多口鼻刀刀是都找真信社 但是像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很多不孝的真信社在做的 像有一些违法的真信社 它是这样一条龙作业 一条龙 对比如说像比如说有一些不孝园警 把资料弄出来 其实这个资料是无远佛界 不只是警方的 甚至税务的 甚至他的财产 继承了什么都有 都有这些资料 据细迷遗 据细迷遗都会把你洗出来 洗出来之后呢 当然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比如说类似同业 他就他有找我们合作了 那但这个就像刚刚刚讲的 这案子有时候 我们觉得怪 我们不敢接 这个大概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要调查这个名人 那要怎么做 好 三天内其实严格说三天内就可以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住哪里 交往什么对象 说些什么话 跟谁睡觉 都可以调查出来 三天内就可以 怎么弄呢 比如说 比如说 我现在跟这个人 对象 我看他开什么车 我就先把追踪器装上去 就可以知道他去哪里 追踪器装上去 好 确定你这个宾室车 我再进去装针筒 装窃听 就一举一动都可以知道 打电话 那人家车子如果都停在车库里就没有办法 一定有办法进去 车库也可以把你车门打开 把你车库的门打开 没有问题 那你们有没有听过 同业跟有不肖的业者 像这一次是包商嘛 对 就联合设计官员 有这个其实也是实有所闻 像我们有一次 也是一个同业告诉我们 我们也亲眼看到 他们是一个类似土方的 因为他们在挖那个河川的一个 好像石头嘛 一些土峰、土尾这样 那因为这个 要交谈的 对 河川局这个官员 他说这个河川局官员 好像觉得说 这个 %数不够 这个也是有外交的 所以说 他要让15% 意思是说要25% 不够 好啦 那他说这个假鬼假怪 那他就暗示他说 这个不行啦 那个不行啦 怎么样 他说好 他就说 他就找真心业者来 他说好 这个我花200万 你们只要 他各种的 Y7扭8的事情 你都只要把他 把他跟出来 我另外还有奖金 比如说 他跟谁交往 他有接触不正当的对象 去哪里 和花酒 都给我拍起来 最后弄到没办法 他就怎么样呢 找真心业者 不停的送货给他 比如说 送信封带 类似有钱的东西 其实是空的 然后 看他跟谁交往 就像刚刚俊昭哥说的 跟谁交往 怎么样 连结 看图说故事的打击他 最后还是把他拉下来 制造假画面 对 制造假画面 假新闻 那个信封是你们制造 然后找一个人拿给他 他们就把他拍下来 同业制造的 我们不敢 对对对对 设计官员 对对对 那你说上面的人当然听到这个事情 好像有这个阵风方面的问题 上面的长官也怕 就叫他离开这个职务 这一次这个案子 台铁女主管 我刚刚说 真有价值 对 你这眼睛 他一定要罚 而且要罚3300万 但是有的时候 做官就是这样 我真的太眼睛 也会出事 很有告诉的 是很有告诉的 下场是啥 就被人家拍楼照 其实我们在那个整个的公务部门里面 看到很多案例 你很奉公守法 尽忠职守 党人财路的这些公务人员 其实很多人都是被那个包伤 就是恐吓威胁 就是被打 曾经那个 还有那个监工 那那些监工 他监工很严格的时候 也后面就参照了 对 所以这个 监工严格 被人家看脚尖 这个真的是 还有人被打到皮障都破裂了 我们说那个盈林 盈林东四乡 它有一段那个公路 其实才一公里 盈林东四乡的公路 公路它一公里 那那工程是才900万 那一个王兴的技工 他要去验收的时候 他发现说 那个路面上那个压花 压花那个图案太小 跟原来设计不一样 不符合 还有还有那个地砖 那个凤器 本来是要3公分 1.5公分 他给人家弄成3公分 因为你缝隙越大 用了地砖就会越少 对 那这样他就不让他验收过 不让他验收过的时候 那个无性的那个包伤 就多次的在那个当街 就这样恐吓他 第一个就说 我先跟你说 我给你警告 看你要听吗 他警告他 当街侮辱他 那他不理他 很有价值 他不理他 那第二次 他碰到他就打他 不过那一次只警告他 就随便给他打一打 那他还是不理他 到第三次 他要回家的时候 在那个路上都没有人 他找了三个人 痛打他一遍 把他打到 掉到那个旁边的水沟 掉到水沟去 他们那三个歹徒 还跳到水沟里面 把他打到 那个皮障都破裂掉了 破裂掉还当场昏迷 假如说 因为刚好有路人经过 把他救走 不然他就死掉了 那另外一种情形是说 反正就是这个包伤 就乘包伤 那个背后很硬啊 就好比说 这次那个华盛 他有个很好的那个公关啊 那个美女啊 他才去那乘黑肚 因为那一套上的公关 都很漂亮啊 一般一般啊 我们所见的 营造商的公关呢 营造商都很漂亮啊 所以那个很多 就是人家所谓的色诱嘛 还有很多的方法嘛 那事实上那个包伤 他的后台够硬嘛 那他的黑势力很强嘛 他就怕他啊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怕这个包伤 为什么他每次他都会得标 其实都怎么来 就没有严惩嘛 就是嘛 所以应该我们以后应该 要保障这一些 很尽忠职责的这些公务 应该定一条说 你如果人家拍这些 都唯一实行 那这样的话就能做 所以我跟开场就说 如果这我恶行不严惩 真是公不尽完 没有人敢勇于认识 没有人敢尽忠职守 特别是不只是伤害自己哦 谢谢大哥 不可能去障害到家里的人哦 刚刚罗处理讲的哦 砍警察都可以交保了 对 刚刚炮哥讲的我先讲哦 炮哥刚刚讲的那个是 去动手脚有没有 嗯 他讲的事情我都做过了 哎呦我都做过了 但是我不是偷偷的去做 我是军方拜托我的 因为有设到一个共谍案 哦 军方请我去把他的车门打开 然后去装监听器 然后我第一次他们载我去的时候 我这样很快就打开了 他给我一个三千六 嗯 好快哦 速度好快哦 开了他装了 因为共谍案嘛 嗯 有一个上校哦 他可能有这个 然后隔了两个礼拜 军方又找我 再我再去开一次 我说不是开了吗 他说那个要换电池 监听器没有电池 没电啊 第二次再去开 又三千六 我好高兴 我都说转了 军方 军方这种事不敢张扬 他就透过我们警戒高层 然后找我去出这个任务 因为你是开锁大王 那你刚刚讲的哦 这一次铁工局是女官员吧 对 女官员被派裸照 派裸照 我讲一个县市政府哦 在厂法官有一个科长 他也是这个工程的问题 这个包装也是这样 让他调到哦 我去往下找两个小孩 一个十七月 一个十九月 一个十七月 一个十九月 这两个小孩 这两个去做这个事的时候 是我当警察看过监视机 看过最爆笑的 这两个小孩 包装是说去给那个科长 给他 让他怕就对了 你看他派裸照也是要让他怕 他钓灶嘛 清钓灶嘛 这个科长他们家 他拨那两个小孩 他本来是去破红柿 破红柿 这两个小孩说 红柿要怎么会怕啦 其中一个说 不然我们要买铜头 拼铜头在门口 猪头嘛 但是猪头不是随时要买就买铜头 不然不知道怎么去比比两个爪 丢蛇 可能被黄宗宏启发的啦 对对 要来门口拼铜 但是他门口拼铜的时候 你那时候拼铜 不是黄宗宏丢啊 是黄宗宏被人家丢 黄宗宏被人家丢 门口半两点我来拼铜的时候 人在睡 你拼不效果嘛 对 一定要有看那两个爪扫出来 对 他才会怕嘛 是 这两个小孩就买两个牌炮 这会啊 又不买等爪就对了 不买买 它爪有扎 那个蚊子 站在桌上那个蚊子 这两个小孩帝毛线头套 啊 裹口罩 买两个牌炮 把牌炮拼铜大两秒 拼拼拼拼 让主人出来 哦 这要给牌炮 要给牌炮 哦 那个精湿器后面 师傅我们看笑的 大家都笑死了 那小孩可能禁销这牌炮嘛 对 店后是不是 嘶 对 一个金顶而已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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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 哈哈哈哈 是这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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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不 他因为他放水了的时候他有戴手套 我又打他 那两个这样很狼�ed 我刚才来讲 我干警察为什么看到 一直笑你知道吗 我就把手搅拼拼拼弄拼拼一下 我们两个球 他还打在旁 wid 那箱的拼拼拼拼了啊 那个拼拼拼 有 involved 这个真的是很小怪的坏人 calibration 我知道啊 就很爆笑啊 你有 monsieur你听过一句话叫ек 猪一样的队友 哦 猪一样队友 对对对对对 对 是猪一样队友 这两个真的是猪一样队友 他現在那個爪的爪他不敢用手鐵 他用那個火湯的夾子有沒有 人家夾火湯用火湯的夾子 夾子現在滷子他要夾 夾下去是不放下去之後 爪要燒出來 可能這兩個人很怕爪 怕爪的人說去放爪 跑比人家還要緊你知道嗎 跑的時候奧車站起來 吹下去不然就跑 結果他不知道這個外套 這個外套 剛才滷這盤 剛才滷這盤東西 我們時候釣監視器就是看到 剛剛那個爆笑的畫面 爆笑的畫面以外 你仔細釣監路的監視器 他那個車牌沒有掛車牌 沒有掛車牌 代表他已經密預謀 有備而來 對 他要來做這個事 但是他擺密針的意思 他剛才滷一盤手錫 那盤手錫 其中有一個就像我們帶的手錫鍋 就是一間手錫鍋 然後在地的手錫鍋 這間手錫鍋 在地的手錫鍋 對 去問手錫鍋的老闆 他看到這間手錫鍋 這個人我這裡只剩下八點而已 還看到這個紅紅的有沒有 他說 到那個時代名門去大樓 那年輕人去我爭的 我一看我就知道 他如果再打另外一間手錫鍋 所以你看 擺密一輸 擺密必有一輸 車牌也拔掉了什麼那個 但是 就因為掉那一串是鑰匙 他沒想到這個錫鍋 都有大樓盤的錫鍋 對 那我們警方就尋這個 鑰匙 找到鑰匙店 鑰匙店的老闆 這樣型號的鑰匙 他中沒有幾個 他印象很深 他就告訴你哪一個 結果 結果我們去的時候 還在網咖打 還在網咖 還不知道死活 一個花三萬千 兩個花六萬 豬一樣的隊友 棒棒棒棒棒棒 打蚵仔拼出去 丟出去 然後接著要去網咖打電動 沒有啦 網咖之後我問說 你手有辦法 他再拍這拍 他說還好戴手套 還好快 我剛剛講的 除了針對的官員施壓 我一個印象很深的 就是跨海的 也是一個女課長 一個女的課長 他也是非常的剛正 這個工程不能過就是不能過 然後這個包商也是一樣 因為這個女課長 他們在做普洱茶行李 普洱茶 他在廣州 他有做村口 所以他過程都會去鄉州 是 過程都會去鄉州 那麼 他過去廣州 住了飯店以後 他都打電話跟他老婆講 他住比如說 鄉路啦 住一間飯店 要住幾個房 那麼他老婆 那一天的時候 他老婆打電話去 打他的電話 那時候剛好只有090 我們台灣的無線店 我們的手機 是86年的12月16開放民營 86以前的都叫黑金公 只有090的門號 是 那時候都是黑金公 那麼歹徒 歹徒就是綁了他老公 用他老公來邀喝他就對了 是 那他打到廣州的時候 他老公沒有接 他親裡就慌了 後來3點多 下午3點左右 那個歹徒上門 說你們現在在我的手 你那個一定要跟我們搗三天 但是他想說他老公在他手上 他不敢輕舉妄動 用家人威脅 對 用家人威脅 但是這個女課長很聰明的是什麼 他說 你打電話讓我聽到什麼 我讓我聽到什麼 我才可以配合你了 沒有人你如果幫我處理去 我配合你要什麼 結果他當場台頭拿起手機 090 那時候佛金公 當場就打00286 打台頭的電話 你如果拿給他沒聽到 你跟他人家說 有聽到就隨便掛到 不要再說太多 你有聽到什麼就好了 那麼你要知道 我們警方當時就是 根據他住家的那個地方的基地台 去調那個時間 以手機追人 那個時間有多少人 在這個基地台用行動電話 結果電腦射出來783機 但是每一機都會打02 03 07 還是09 0多少 打海外的很少 但是這裡面有打00286 隨著倒小檔 倒一機就要打 就這樣做到 就只有那機嘛 就抓到了 對 所以有時候辦案 百密真的有一書 剛剛我們講 鐵工局這個強壓去拍裸照 事實上剛剛像高雄講的 警察有時候 他講的這個已經 積得很深了 有時候我們在 我們現在還在上班 但是有老長官打打一張電話 譬如駿駿駛是以前我的局長 他說小謝 陳高超 最近都去哪裡 幫我查 幫我查一個 查一個車牌 對 他敢會跟你說這個車牌要做什麼 對啦 但是現在 現在坦白講學乖了 因為有個資法 他說長官 不好意思 沒辦法 不要傷害 因為坦白講 高 高雄跟我都有相同的感觸 因為警察有時候 有各方面的 來自以前 退休的長官 所以剛才說 珍惜社會 你來 我告訴你一個 學長學弟 我常常有一個感觸說 法官和檢查官 如果退來是做什麼 做律師 但是警察退來 不可能開派手 沒有警察退下來 去開派出所 很多都到珍惜業 所以很多都到往珍惜業去 但是那個奮計的拿捏 違法 有沒有違法 那個只有一線間而已 我小心 他們還有一個出路 要踩到紅線 不是 就是到一些那個 專門在為非作膽的那些官員 或者是民意代表 旁邊去做好 我以前 做好還是什麼 當保鏢 當保鏢 我以前被正在一起追殺的時候 他怎麼那麼快就知道 我住哪裡 還有我台北的家住哪裡 因為他旁邊都是 出事退下來的警察 調查員 有的沒有 所以他們在用他們的 所以劉軍要說的資訊 行蹤一清二楚 對啊 對啊 那我說真的 強弩拍裸照 或者是丟渣藥 我覺得這都比較low 對 比較厲害的是 他用陷阱 誘惑你自己犯罪 我跟你講 這是最經典的 我講一個案子 那時候是胡志祥 在當台中市市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手上 有一個BOT案 就是國際會展中心 那個會展中心呢 後來是誰得標 湘林 上市公司喔 我一定要聽名 因為 這麼大的公司 結果他後來 因為這BOT的展顏案 他沒有過 卡在誰的手上 卡在他們經濟處長的手上 那個叫黃秦祥 卡在他那邊 一天發三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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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三千幾萬 就發百多天 發到鄉林 覺得 你就是挑戰 跟我刁難還是怎樣 他就認為說 好像這個經濟處長 故意的 好了 現在鄉林的這個 就想說 好 那我們怎麼設計他 怎麼樣把他弄走 或怎麼樣把他 讓他污名化 讓他身 反正一樣 就想把這個石頭搬走 就跟這一次一樣 很像 很像 OK 他說找了誰呢 找了你可能去上班那個國華 國華徵信社 就是國華 國差 這邊說國差 這是國華 他就根本就找了國華 後來插華 然後咧 找了國華幹嘛咧 一講 來 價碼開出來 他說這樣 他們現在正要去大陸 去參加一個會議 那你們能不能全程跟拍 價錢開出來 全程跟拍五十萬 拍到他去喝花酒 三十萬 拍到他召集 再加五十萬 一百三十萬 算是 這個case 他如果很機器 你也是沒有了 對 所以我說 你睡你 他們就把劇本 他們先殺盤可以 還有劇本一 劇本二 劇本三 萬一 萬一去的時候 這個處長 他完全不涉足這種場所 那怎麼辦 所以劇本一是 他喝花酒 對 我們就去色誘他 劇本二是色誘 劇本三就是說 他本身就信號余色的話 那就Bingo了 簡單了 對不對 結果真的沒有想到 這個處長說實在 他有一點愛玩 但是他還真的沒有去這些 深色場所 對 那他們怎麼玩呢 他就全程跟 而且跟到大陸去的時候 他說他鄉遇故之 你對台灣來 兩個就聊起來 國華街市 派出他們的 經驗老道的副總 加專案經理 再加一個偷拍的 跟拍的 這樣三個人 在機場的時候 就搭上 搭上之後 說他鄉 那你們要去西洋玩 我們可不可以跟你講 好啊 因為你女生看起來 就比較無害嘛 好啊... 做會走 他們不曉得 這處長不曉得說 旁邊這兩個女的 是披著羊皮的狼啊 他們不曉得 這處長不曉得說 旁邊這兩個女的 是披著羊皮的狼啊 要接近他 然後呢就開始 連跟 全程跟喔 跟到第三天的時候 這個處長怎麼都沒有去 喝花酒 這樣 我們把酒來喝花酒 要來唱歌一下 唱歌嘛 唱歌的過程 其實他就... 怎樣 在當地找中國的 就召妓 他們幫他召妓 召了一個人 進來陪酒 進來陪酒的時候 就跟那個女的講說 你啊 待會兒啊 一定要趴在... 因為那個女的身材很好嘛 你要趴在... 因為... 因為喔 男追女隔座三 女追男隔成三而已嘛 你就趴去 就趴去 這樣... 你就這樣就... 就好了 全程 結果你看看 真的啊 那個處長就問過 唱歌 我來唱歌 唱得好 齁... 齁... 那在我來... 那邊呢 啤酒呢 灑在身上 的啤酒啦 喔 就掃一下 就掃... 就把裡面呢 黃欣曉... 那處長的一個... 一個醜態呢 通通拍下來了 齁... 這樣就算賓果了 一回來之後 就... 媒體就比較拚了 我們畫面上所看就是黃欣曉在... 被選... 被選... 對... 這應該是在KTV裡面嘛 是... 在黃欣曉的... 這個腦袋裡面 他如果說... 啊... 我如果真正... 我會偷偷 阿欣曉在那裡就算了 連真的... 你自己誤入陷阱 你怪誰嘛 你也貪啊 所以說... 胡志祥... 他怎麼看美色啊 所以胡志祥把他找來問啊 你到底是... 真的假的 阿欣曉應該是被設計的 被設計的 是因為這樣... 是因為這樣才開始檢警 下去查說 到底是誰設計這個事情 不知道的 從那裡開始去... 去找... 找到這... 鄉林建設喔 原來他說那... 黃欣曉你到底得... 得罪誰 得罪誰 手上的案子看喔 兩個... 比較大的案子 一個是鄉林 每天我罰30萬啊 罰100萬啊 罰30萬啊 所以很有可能是他們 OK 檢警下去查之後 才整個呢... 翻出來 原來... 一個上市公司 鄉林建設你竟然... 指使徵信社去全程 設一個陷阱 設有這個處長 讓他踩進去之後 想要把他弄到 身敗名裂 然後來把他幹掉 當然啊 他最後... 最後也是幹掉了 但是問題是 鄉林建設這樣的做法呢 後來董事長 賴正義自己出來道歉 好我們來看黃金曉 乘輪事件 不好意思啊 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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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專探經理 吳京達 這樣的不當的行為 本人啊 內心感到 非常的不安 與自責 對社會大眾 對市政府 對胡志強 深深一極高明 除非是他... 他設計做法 他才需要道歉啊 不然的話為什麼要道歉 台會 不是他們董事長帶著他來的 講話都是他們董事長在講 相信他個人所為的啊 我內心裡是... 不會相信 吳京達的行為 應該是代表鄉林公司的行為 因為他是董事長式的秘書 他某種程度上 是受到賴正義董事長的信賴 不排除傳喚那個... 賴正義來協助調查嗎 我想講 會叫整個案庭 來做一個通盤的一個檢討 那如果有需要 我想是不排除的 會有一個員工 這麼認真 老闆特助認真 跟官員許文貴 寄出飯店三次 還幫老闆找黑道去跟蹤 還叫黑道強派他的裸照 甚至連黑道跟他講的台詞 都想好了 說你不要多管閒事 他說還設計了這台詞 他開始說小弟一定得講 還有這麼認真的觀光 這觀光是什麼角色 我個人覺得他只是一個 仲介的一個角色 他應該是在工作 他應該是在做公關的吧 我記得有一年 我們接到一個單位是農會 我不會講哪個農會 來報案 說他們裡面的一個... 也是算... 他們農會裡面層級比較高的 他說被人家綁架 被人家綁架 對... 然後我們去到他講的指定的那個地方 在山上 他脖子綁了一個鐵鏈 弄了一個號碼鎖 把那個號碼鎖在他脖子上 旁邊一堆狗糧 狗糧 狗糧 吃狗糧 吃了兩三天的狗糧 然後綁他的人 也坐在旁邊跟他聊天 也不跑 我們想說奇怪 你... 怎麼這麼酷 我說你這個嫌疑人 綁這個人 他說沒有我們在玩的 我們就算 玩什麼 玩他扮狗 我扮主人 他演小狗 我演主人 不是... 不是... 所以... 我們事情的原理 我們通通先把他帶回去 我說那你先把他這個脖子跟鎖 截掉好了 他說我忘記號碼了 就拉著他 沒關係 忘記號碼還可以找些文言 他說到鎖店 縣月沒合謀的人開 請一個專門開鎖的 我到分局來幫忙開 你拜託你不去謝文院回談一下 他在苗栗來比較遠 然後... 然後後來 邊開著邊聊天 他說 你這個傢伙 吃我的 用我的 騙我的 今天把你綁個鐵鏈 兩三天吃狗糧 我們是... 你自己知道 心不清心 你自己很清楚 後來我們細問之後 原來這一個是 有一個農會的總幹事 很愛喝酒 喝了酒之後 釋出宣揚 炒肚子 前種幹事 說喔 羅委員 你有土地 多少我都幫你帶 炒肚子 怎樣就要帶出來 他說那我有一個山坡地 他們這組人 我有一個山坡地 我要帶兩千八百萬 沒問題 沒問題 那帶他們去 酒家 酒家 一坐下來 一本十萬千塊 小費拿錢 花完十萬塊來 那一花 他五六個裡面 他會喜歡上一個兩個 感覺服務特別好的女孩子 其實這些女孩子裡面 都是他們這組人安排的 你怎麼挑 就是他們安排的人 你挑到了一個兩個 以後不管是當你的小三 還是當你的情人 是 反正就是黏著你了 有這個好空的 放的不跑了 然後他選了一個 那個後來跟了他七年 蓋到年輕人 那是後面跟他戴幾千年 真正是愛他的錢 真正愛他的錢 真愛錢 那因為 但是他也可以撐七年也不容易 他只拿了一個 七年的青春 他拿了一個山坡地 那個已經四十幾歲了 他拿了一個山坡地 就跟他說我要借兩千八百萬 然後他說沒問題 你答應他了嘛 但是我要抽百分之十五 得這麼大 百分之十五 他說OK 你只要拿得下來 我百分之十五給你 也都錢都拿去了 錢錢 拿去玩的 也都完了 該付的錢錢都付了 也幫他介紹了一個 這麼好的一個 他的一個異性有人 紅粉之急 突然他裡面的人 要選第二任的總幹事的時候 攻擊他 你那個土地是不合法的 你們是有勾結的嫌疑 然後就檢舉他 檢舉他之後呢 真的一場不行 他後來這個前總幹事 跑回來跟這個土地持有人說 沒辦法 你只能夠貸四百萬 他說你在爭取 兩千八 對啊 我要投資 我下這麼粗笨才貸四百萬 我需要這兩千八百萬 你說要貸四百萬給我 那 那 我們以上兩千八百萬的規格 對 後來他就是 那四百萬那十五年就沒有了 然後他是請了三個人 他說我們 他們四個都是共同要去大陸創業的 另外三個人 連他 就買了一個鐵鏈 我們不要說狗鏈就是鐵鏈 真的摳的 像地獄巡責 他這樣 用那個鑰匙 那個號碼索 摳一下就送給 然後他說你也不要走 我也不走 反正我們吃便當你吃狗糧 後來這四個 我們還是用 我們是用那個 防礙自由把它移送 還是把它移送 原來他喜歡當狗 好 我們談到蘇小貞的角色 確實起人疑鬥 他會不會就如同高大哥所說的 類似做公關 彈高的角色 是一個男人員很好的演唱 對啊 沒有說 管他外交的你很好 管他外交的你很好 管自己的你好 也很細心 有時候去他的時候 我都會有疑 就像你 你 管他外交的你很好 像你跟下筆都這樣管閉 就不可思議 因為兩個人看起來都沒 就是在 完全沒有 看起來還沒的那種感覺 他說特助就 要學他 要學他 因為他的一些決定 決定權 然後跟蘇小貞 自己的態度 不是一般做的 特助就是可以去決定的 或者想做的 蘇小貞真的也長得不錯 是啊 剛剛講了這個 所有在這個業界裡面 只要他要出來做公關 他沒有一點姿勢是 剛剛蕾德說營造場的公關 都很漂亮 他是沒有效果的 你如果不漂亮 不那個一定是沒有效果 為什麼 你如果找一個50歲的給我 對不對 我一定覺得 你在做什麼 所以我跟你講 在這個業界 我之前有認識一個 這個出事的司法官 我認識這一個小三俱樂部 就是從這個司法官 什麼叫小三俱樂部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檢察官 以前是辦 某一個建設公司的案子 就是偵辦 偵辦之後 就變好朋友了 很好玩 他是檢察官起訴他的 但是後來就會跟他變好朋友 因為他會 就是警察抓小偷 警察和小偷變成朋友 因為他通常會為自己留一些後路 因為他如果退下來之後 轉成律師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這一家 這種大公司的 當然的法律顧問 這個是一個這樣的結構 他就變成他的客戶 就變朋友了 有一次就帶我去喝酒 去喝酒 這個是某某建設公司 還有某 我就講 銀建署的某官員 銀建署的某官員 這是某某建設公司 這是司法官 帶著我 他都是現任的檢察官 去他就喝 大家就認識了 一次 兩次 三次 這整個 這整個 原來 後來當然 我的阿嫂阿嫂 我們都叫大嫂 對不對 董娘啊什麼時候 以後他說 那都是小三 每一個都是小三 更好笑的是 後來小三還兌換 那個建商 建商的小三 竟然跟那個官員 銀建所的官員小三 竟然是兌換 怎麼 這次怎麼做 做不同位置 換去換去 換去俱樂部 以前真的 我跟你講 我看了都傻眼 我這種社會記者 已經算在打滾了 當時就 我們已經交換了 現在 又看對眼了 所以 原來啊 後來那個司法官也出事了 他的小三 就跟這些人的小三 通通和在一起 通通和在一起 所以我就戲中 他叫小三俱樂部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呢 你知道嗎 後來這個 這一個建商 他包了多少 一件所的 的案子 都是這個官員 他手上的案子 所以 透過小三俱樂部 要怎樣 拉進 彼此的關係 對 那有一個 有一個台灣的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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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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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一個很大的 喝花酒事件 那個就是副局長 帶著斷長 帶著什麼副斷長 大家幾何 好玩的是什麼呢 好玩是檢察官 當他們去搜索的時候 從這 因為五家廠商 總共連標了 十億多的工程 利潤就已經有三億多了 他們中間就是這樣 集體招待喝花酒 最好玩是檢察官 還可以查得出來說 還有這個 好這就是當時台鐵的這個案子 副斷長 他喝多少 他喝了117次 我想說 這檢察官怎麼那麼厲害 這個某一個 斷長是喝69次 誰喝了幾次 原來呢 廠商都會有記載 今天要開銷 今天去喝花酒對不對 去哪一邊去 去台中的哪一家酒店 哪一個酒店 買多少 都有記 廠商有效果啊 一定有效果 所以說 第一點 老闆就都知道了 老闆要出小 我不在乎 我的帳五的錢 花到裡面去台中吃 找誰好酒 你找副局長 找鑽長 他們剛才賺幾瓜 這一個共犯結構 從副局長開始帶 率隊 就整個大家 都去喝 喝花酒 喝到八百萬 真的嗎 喝到八百萬 就 那八百萬來買便宜 買到他家裡 你想啦 你想啦 他這樣子就 突利廠商 至少突利他三億 廠商吃到沒賺三億 他拿八百萬去送什麼 我每次都喝酒 喝花酒 因為這些都是剛好各級的主管 副局長 店長 副店長 剛好他們所當承辦的衣服 剛好都麻煩 所以說所有的採購必須 他們都要整個包 底標共決 我現在我來投標先問 所以說這五家廠商 就專門中間找了一個錢客 這種錢客 就很厲害 就是 他可能就是 像蘇小禎 就是像蘇小禎這樣的角色 這樣的手腕 然後就是你們 大家出來 出來 你不想 咬耳朵 就是這樣嘛 我們希望公部門千萬不要 劣幣去除良幣 緊接著你來關心的是 胡家蒙秘書長張守衣 在上個禮拜爆出戶外情 沒有想到在今天有更勁爆的發展 他的不倫烈 戶外情的對象 竟然是徐立德的老婆 而且小徐立德 三十歲的內妻 反同婚大將 胡家蒙秘書長張守衣 被爆昔日小三 就是現在國民黨大佬徐立德的妻子 成姓女子 沒想到爆出案外案 兩人農情密一時 把岳父岳母都接到三重豪宅 樓上樓下當鄰居 沒想到情淡時 良老本來是住在三重的這棟豪宅 沒想到的今年八月 竟然被趕出家門 來到幼岸的地下室 陳爸爸陳媽媽的租屋處 小小五六平大的套房 是良老七身之所 徐立德的岳父岳母 住得如此簡陋 陳爸爸陳媽媽受訪同時 女兒陳小姐全程透過電話監聽 爸爸心疼女兒自己受苦沒關係 但媽媽到現在還在生氣 陳媽媽氣得怒掛女兒電話 兩老輩趕出來後 一度流落街頭近半個月 女婿不頂丈人 還牽扯出徐立德 對女兒交往有懷疑 徐立德回應平面媒體已經好多個月沒和妻子聯絡 陳小姐只透過電話表示 她夾在丈夫和父母之間有諸多無奈 只是對照她燈光明亮寬闊的豪宅 和良老住的雜亂陰暗小套房不慎唏 三日新聞 田人祥 陳乃宇 新聞時報道 張手藝的小三竟然被媒體批爆是徐立德的老婆 跌破眼鏡 對 跌破眼鏡 而且我覺得最勁爆的是 這時候大家覺得說 你們之間錯綜複雜的情感糾葛 到底怎麼回事呢 這個就厲害了 剛講了這個陳女 也就是徐立德的現任的太太 她的父母親出來向周刊爆料就說 我這個女兒在這個八月份的時候 把我們兩個老人家趕出門了 所以我們已經在外面流浪了 這樣算一算 現在其實十二月快底了 陳父陳母他們爆出來的內幕 非常的驚人 第一件是陳女她在十六歲的時候 其實已經先未婚生子了 後來第二段婚姻是誰 這個人很有來頭 第二段婚姻這個人 是在電子業界非常非常著名的文人 而且是當時在美國最大的 我們講光碟廠的一個總經理 製造廠的一個總經理 科技新貴 對 科技新貴 然後這個科技新貴離過婚 但是有一子一女 可是重點 因為在台灣兩家住得很近 你知道嗎 近水樓台 那兩個就結婚了 結婚之後 其實陳母就是陳女的媽媽形容 這個科技新貴 你知道某當下 錢賺多也是要用體力 用你的時間 用很多東西付出的 你知道 她大概呢陳母形容 她這個老公 第二任老公有多忙 一年365天 有360天在飛機上 所以後來呢 第二任老公是怎麼回事 後來被驗出來是胃癌 你知道很快 三個月就走了 過勞死 我覺得是真的太勞累 360天在飛機上 背來背去 那倒不掉 可是呢 重點在後面 老公死了之後 對不對 她繼承了大筆的遺產 老公死了之後 對不對 她繼承了大筆的遺產 據說 在紐約那個房子 大概就100萬美金 陳女就賣掉 這要強調是週刊報道 然後呢 光是遺產 就有七八千萬 那本來上億身價 上億身價耶 那你兩 你這樣的 你聽你現在是幾個女兒 她跟這個郭 這個郭姓 郭姓的這個 這個電子新貴 也生了一個女兒 前面是不是有一個女兒 補教界的 40歲的補教老師 也生了一個女兒 一個女兒 對不對 未婚生子嘛 跟這個郭姓的這個 科技新貴 這個大老闆 也生了一個女兒 然後呢 可是呢 一個重點來了 我剛剛不是講說 她後來呢 郭姓負傷 郭姓科技新貴 不是得胃癌死嗎 對 可是死 死了之後 這個陳女突然發現 這個陳女突然發現 我有了 我懷孕了 那這個肚子裡面小孩 是誰的 一父子 那是誰耶 結果倒了半天是 張手衣的小孩 就是我們這一次事件的 引爆點 所以照媒體的手法 照週刊的手法 陳女其實在有婚姻關係 存續中就已經劈腿了 就已經趴牆了 對 然後呢 而且這個為什麼 我們講說 有很多的猜測 還有時間點的 到底怎麼交錯 我們很難去講 可是有一個關鍵的人物 她講了一句話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哇 這個陳女可能在 這個郭姓 她老公 第二任老公還沒有過世之前 就已經跟張手衣已經過重生命 甚至租胎案結 怎麼講呢 這個人就是陳婦 就是陳女的父親 就出來講了 他說 其實那時候啊 那個張手衣常常來我們家 帶著他的兒子幫幫啊 跟我們一家人啊 去百貨公司吃飯啊 其實 那我們都覺得說 他可能跟我女兒 就感覺父母親知道說 你們兩個關係不一樣嘛 非比尋常嘛 後來直到有一天 爸爸就是陳婦接到一通電話 那通電話呢 直接在電話裡面告訴他說 你女兒跟我老公通姦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張手衣的原配 陳婦就說 就是說 哎唷 你怎麼 還沒 還沒走 原來你有交個男朋友啊 結果後來他嫁了第三個老公 這個老公呢 是做一個 這個股票的營業員 喔 股票的營業員 對 然後呢 他認為說我把這些錢 我身上的錢 我交給你來處理 你才 三個兒子 可以好我過日子 結果沒有想到呢 真的我覺得 你錢怎麼來怎麼去 後來呢 他這個老公 何姓的老公呢 居然把理財 理理理理捐款潛逃了 騙了他一千五百萬 然後呢 也把他另外一個女朋友的 一千五百萬 各騙走了三千萬 所以 從此人間蒸發 再也找不到人了 然後後來 他爸爸媽媽說 你怎麼會找這樣子的一個人 可是據週刊報道是說 那時候他 跟張守儀分手的原因是覺得說 你做家裡要負責多少錢 我跟妳可能沒有未來 張守儀那時候是一個記者 對 據說有這樣子的關係啦 好了 後來一直到2013年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二月份 其實呢 媒體拍到 這個 我們的徐立德 我們的黨國大佬呢 跟這個陳女 在他三重的豪宅區 非常熱情的在門口 擁穩 擁穩 然後呢 那時候呢 要強調他們已經訂婚了 好 然後呢 那時候大家還是覺得說 你真的要結婚嗎 可不 你要不要等近 等近一下 對 可是呢在同年的六月 他們呢辦了桌 真的喔 還辦了桌 然後五桌 就是很低調的完成婚禮 可是要講喔 就是在這個 從一年前開始 據說陳女 又開始每天鬧脾氣了 不開心了 後來呢 弄得呢 就是這張 對 詠文的畫面 當時被拍到 是 當時被拍到 等會還會再跑一次 是 所以他們最近這一段時間 跟徐立德不太開心 沒有 已經一年了 已經一年了 就已經不太開心了 所以現在還住在一起嗎 甚至 沒有 甚至吵到要離婚 所以因為就是 這個陳女常常鬧脾氣嘛 然後後來徐立德 據說也不太回去了 然後鬧離婚呢 這都是傳聞啦 然後說陳女好像 就這一張 對 就這一張 這個其實老實說 也是 真愛 真愛 八十幾歲 你會覺得很開心啊 對不對 真愛來著 可是聽說啦 就是後來呢 這個婚也就這樣擱著了 沒有離婚啦 還沒有離婚 但是現在 徐立德也沒有跟他住在一起 可是徐立德有問過 這個陳女的爸爸說 因為中間又冒出了一個人出來了 這個人叫馮滬祥 馮滬祥 對 那是馮滬祥 那個馮滬祥 因為那個性侵案被 對 就是外用性體案 性侵案 已經在那裡 對 因為陳婦也爆料 馮滬祥因為看我們妹妹漂亮 有一陣子都來我們家 好像走廁所 所以後來呢 所以馮滬祥跟陳女也有 就是也真的關係非常非常的 就說 一支雞腿就對了 沒有 有幾支不知道 然後陳婦就說 他常常來我們家有一陣子 然後後來好像也有財務上的糾紛跟陳女 因為那陳婦 因為他女兒叫這個陳婦 去幫他要錢 然後但是沒有要到 沒有要到 但是呢 徐立德呢 在這個陳婦母呢 被趕出那個豪宅之前 曾經問過陳婦 問過他的老丈人說 你女兒到底跟馮滬祥什麼關係啊 好我們來看 好我們來看 張手一爭議不斷 同志遊行後面 所帶動的是一個同志的文化 以及性解放的意識形態 在這邊推動 我們看到歷年的同志運動 他們的訴求也是非常奇怪 今年要廢除三個法 然後都是對於我們整個傳統倫理道德 我們中華的優良的善良的老百姓 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同性戀的婚姻是可以的 請問媽媽跟兒子結婚會更不自然嗎 澳洲有一個人要跟摩天倫結婚 可不可以 我們也講說很多人覺得很好笑 這是事情才發生的 一個同性伴侶關係 是建立在一個性行為 還有建立在性行為之上的一種伴侶關係 我們為什麼要一個另一個法 去特別鼓勵保護 或者說是加許 一個這樣子的一種性行為跟性關係 張守儀之所以被抨擊 是因為他一直堅持要守護 傳統的婚姻價值 那傳統的婚姻價值 當然就是一夫一妻 但偏偏自己又搞外遇 才會被抨擊 徐立德跟他那一期你看過 對 那個徐立德 對 我在去年有一個 也在一個那個飯店的門口 我有看到那個 他跟他的這個任期 陳宇 對 那他任期很兇 他任期很兇啊 對 他講話很兇 好像... 好像不知道在爭吵什麼 而且徐立德就好像一個 很無辜的那個老人 就這樣靜靜的 那個好像被他這樣一直罵 其實我的瞭解是 其實徐立德周遭的很多好朋友 其實當時都有勸他說 不要吵 不要結婚 不要結婚 因為徐立德很有錢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在大陸的事業很大 聽說他身價值十億 對啊 他非常有錢 那大家想說 你都八十幾歲了 到底你結婚的目的是什麼 那財產就給人家婚女辦去了 所以當時認為說 那你要結婚 那要打聽清楚 我想他們婚前 徐立德一定不知道說 他任期有這些豐功偉業 直接去這麼揮霍的 他還說他知道 他知道他有四段婚姻三個小孩 當然婚姻知道 可是也許他有另外說詞 比如說第二個先生是過世 過世不是人為因素 第三個是被騙 投資被騙 那也許他反而會 徐立德也許是同情他 說你這四段婚姻之後 這麼何其不幸 第一段婚姻 第一段年幼 年幼無知 第一段是年幼無知 第二段是因為先生過世 第三段也是被騙 所以徐立德也許是 產生了慈悲心 可憐可憐 他怎麼知道說 在這個世 他的這四段婚姻之中 又這麼多插曲 又是張手裕 又是彭護翔 那假如他知道 張手裕知道彭護翔的話 那他還敢娶他 那真的 我們佩服我們這個趕國大 我跟你講 男人有三大不幸 一不幸 少年得志大不幸 對吧 年輕的時候 二不幸 中年時也很不幸 中年不逃了 氣味 三不幸 就是臨老入花叢 真的滿不幸的 事實上 影劇圈 取嫩氣的也滿多的 對 其實很多 可是嫩氣真的太照顧了 因為男人都很忠貞 愛情很專業 英文都要25歲 八歲也是要25歲 25歲是要25歲 50歲是要25歲 75歲是優還是要25歲 對啊 有時候有錢 不一定可以安打得好寫 有時候要還有那個體驗 對 就是體力精神 還會製造羅曼蒂克 那我現在講這個例子 其實說來真的 我是當場募集 我真的 當時我真的嚇壞了 那我先形容一下 這個影劇圈的 也是大哥級的人物 當年真的斥炸 整個演藝圈 他可以演 他可以跳舞 可以說很多 很多那種 你知道嗎 就是很會講順口溜 那種會插顆打魂 非常的有喜感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病倒了 其實那時候震驚整個演藝圈 他想說 你不是生農火虎嗎 所以很多人到現在都覺得很可惜 如果他當年不要突然間生那場重病 現在絕對是跟台面上很多 大家講什麼大哥啊什麼 一定是趕快的 平起平坐 可是那場大平 讓他幾乎 大家覺得說你可能 不是職務人 就是幾乎沒有辦法自己自理 可是後來他很有恆心 很有毅力 復健到他可以 起來運運動 可是講話還是這樣怪怪的 但是可以自己這樣子到處 後來可以到處去運動 現在還實在在復健中嗎 他現在是生是死 我不能講不然太明顯了 然後那一次 因為採訪的關係 然後我就跟他變得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我三不五時會去探望他 然後那一天我一樣一約前往 到了進家門的時候 其實我在樓梯 在他家門門口 就一心聽到他很大聲的嚷嚷 你知道現在口齒有點不清 可是你很清楚的知道 他三字經 五字經 罵得很難聽 冰冰冰就對了 對 家庭都叫我們探望他 他說我今天 我今天絕對 你今天頭痛就嚇了 我今天絕對 要把你們這兩個肩膚淫膚 不要臉的男女 全部給坐掉 殺掉 你們今天不要走出這個房門 我今天想要完蛋 他被戴綠帽 結果我一進去 我說怎麼了 那門沒有關 然後他就說 他們兩個 我看到那個客廳 就站著他的太太 然後另外是一個 就是比較年輕的男人 那我先形容一下 他的樣子就很像 這個米月傳裡面 駛城 那個在這個沙漠間 在那個原野間 駛城的那個大將軍 那個繞篩 有點繞篩篩 壯壯的 你知道嗎 我想說他是誰 結果那時候也不知道他是誰 我想說完了 你們兩個看那個氣氛 就知道不對勁這樣子 這時候他太太就發難了 他太太說文婉 我跟你講 你大哥呢 他是瘋了 生病瘋了 他那不但身體有問題 腦袋也有問題 胡思亂想 每天都猜忌 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跟他 也不可能 男人因為身體不好 就開始有疑心病 我怎麼可能 可能跟他弟弟怎麼樣 原來那是他小叔 原來是那個藝人的弟弟 那我當下說 那也不可能 原來是弟弟這樣 我就是 然後那個 他一講 就是先發智人 那個演藝大哥 更生氣了 他說你亂講 你今天被我人贓俱禍 你還有臉 還在那邊辯解 可是我當下呢 我就覺得說 如果一個男人 被戴綠帽 有第三者戴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會通常說吞結 你知道嗎 對 我覺得說 我們家裡的事情 人家會照 我們再來處理 可是他那個當下 菜刀拿在手上 他那時候菜刀是拿在手上 那是驚心動魄 後來講 已經 口齒不清心 我已經不是很 你剛才有說 他們有差很大嗎 他們大概差快二十歲 差二十歲 那個老婆正是細皮嫩肉的 那個皮膚阿關 我們再怎麼保養 都比不上他 真的 老實講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 然後呢 後來呢 我就兩個變成說 羅生門各說各話 怎麼辦 然後後來呢 很尷尬 很尷尬 後來我就把那個大哥 帶到那個他們的 就是一個餐廳那邊 我就安撫他 我說不要 那他弟弟在那裡 都沒有講話 都完全安靜無聲 可是反而是那個太太 不斷的抱怨 不斷的咆哮 那叫做惡人 先搞錯 他說如果 他說今天 我一個女人家 我要照顧家裡 照顧你 然後還好 有你弟弟來幫忙我 你這樣一講 他以後也不幫我了 我一個女人家怎麼辦 就換他一直 不斷的在咆哮 幫忙有很多種 跟思思一樣 思思有兩種 幫忙也有兩種 一種是床下的幫忙 意思是床上的幫忙 還是全套都幫 然後我相信是 可以有床下的幫忙 不能有床上的幫忙 我想是全部都幫忙了 因為後來我就把那個大哥 就是把他 拉到後面的那個餐桌上面 餐桌那邊 然後我就跟他聊 我就跟他 我就安撫他這樣 他就跟我講說 文婉 我跟你講 我真的沒有冤枉他 他說那幾次 他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已經分房睡很久了 然後三更半夜 有時候他會 因為他比較淺眠 他會起來上廁所或幹嘛 後來幾次大概都十一二點 他就聽到門開了 開了之後 就又開 大門開了 然後又開了房門 然後進去 就再也沒有出來了 他其實他覺得很奇怪 後來有一次他真的受不了 因為身體不舒服 他也懶得起身來看 後來有一次他起身看的時候 他那個房門 太太的房門沒有關好 他看到半煙就看到 奇怪 怎麼不是兩隻腿 是四隻腿 他就不對勁啊 怎麼會這樣 確定殺弟弟嗎 然後你聽我講 可是他又沒有勇氣 你知道男人有時候是沒有勇氣的 他沒有勇氣去看 後來一直等到第二天 太太出去忙了 他就到房間裡面去順順 去品嘗有什麼味道 有沒有 結果就在那個棉被下面 發現了他弟弟常穿的汗衫T恤 甚至是男人的內褲 他就覺得很奇怪了 不得了 怎麼會這個樣子 這不是很奇怪 這是很嚴重 對 然後其實在這之前 在之前其實街訪鄰居 有時候在家裡嘛 對 街訪鄰居其實常常看他們 他太太 沒有 他太太跟他的小叔 在大街上 有時候會沾來沾去 對 就已經很明顯了 而且有人偷偷的暗示他 然後呢 那天為什麼拿著菜刀衝出來 都忍那麼久了嘛 你也不要戳破嘛 後來呢 之所以拿菜刀出來是 因為他出去運動 你知道嗎 結果回來 兩個不知道說 他這麼早回來 結果門一開 發現他們兩個在客廳 還來不及分開